好 我們已經介紹過 結構化的語法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順序性 這就是順序性 比方說這一個貓咪變成紅色 我要往前走十步 我要變大百分之兩百 這個就是順序性 那判斷性呢 判斷性就是說 假設語氣 如果今天下雨我就帶雨傘 沒有下雨我就不帶雨傘 類似這樣子 那第三種就是重複性 那我們現在要來介紹 順序性裡面最重要的一種 就是變數的指派 大家看一下我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程式呢 我們從上面念下來 就是我第一件事先清楚筆記 然後叫定位 然後叫面向右邊 然後我們就只要一開始接受到 Draw的這一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畫 開始畫筆 然後我們畫四次 重複四次 每一次呢都要轉90度 這邊有一個360除以4 就是90度 那這邊會有一個等待0.5秒 然後到每次循環就一直循環四次 那我們來畫畫看 好 這個就是 固定變數 固定常數去做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就是建立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就是順序與法中的指派變數 比方說我現在按變數 好我們這個變數好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再點一兩下 好我們按右鍵給他設定這個最小是三角形 最大是50邊形 好我們現在 現在 那我們現在呢 有這個變數以後呢 我們在唸這個程式語言的時候就要從這邊開始唸 然後好比方說我這樣一直往下唸唸唸唸唸 但是我現在這邊我就要先從第一個開始唸 就是說我的變數是指派為3 好 變數是指派為3 那指派為3你就要畫3次重複的 好 那這個360度就是 外 N邊形外角呢 透過證明他永遠都是360度 好 我們現在呢 再畫一次看看 好 三角形 好 好 那我們再 畫六邊形 好 我們畫50邊形呢 好 大家會看到 他就慢慢畫一個正元出來 他雖然不是正元 但是因為他的邊數有50個邊 那你的視覺上就會產生一個 類似一個圓形的一個錯覺 那 這一個 邊數等於50 就是順序性語法中最重要的指派語法 指派 assign 好 那我們就介紹第一種語法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第二種 重複性 像這個就是重複性 我們重複幾遍 這個就是重複性 第三種就是判斷性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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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